这是一块2K分辨率的便携屏 16英寸 IPS屏幕 100%的SRGB 三面窄边框 它可以外接笔记本电脑 当扩展屏幕用 提高办公效率 还可以接PS5 Xbox Switch游戏机 甚至接手机看剧 之前我介绍过一款 爱卓帕的1080P高刷的便携屏 这款是2K分辨率的 刷新率是60 主打商务办公 图文显示更精细 PS5是支持2K分辨率的 游戏的画面的精细程度 是要比1080P屏幕看着好些 可惜这款屏幕的比例是16比10 游戏画面会有点微微拉高 便携屏主打的就是轻便 方便携带 容易安装 容易拆除 不占空间 这款便携屏内置了双扬声器 低蓝光护眼 还支持HDR 做工和手感都不错 屏幕的左侧 第一个键是切换信号输入源 一个HDMI 两个Type-C输入 同时它又是一个返回键 中间两个键是加减键 同时它也分别是亮度和音量的快捷键 最后一个键是OSD显示菜单 同时它也是确认进入键 这块屏幕如果接PS5 Switch游戏机 使用HDMI线连接 同时需要用充电宝 或者手机充电头给它供电 如果接笔记本电脑 那就更简单了 只需要使用一条Type-C数据线 就可以了 那么问题来了 1080P的144和这块2K60的屏怎么选 如果是玩游戏为主 还有高刷需求 推荐1080P的144那款 因为性价比很高 如果是办公商务为主 偶尔打游戏 推荐这款2K60的屏幕 小刀 词